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名字叫做《大话王》 话不多说,我们来看电影吧 故事中的男主阿金凭借着自己口吐莲花的本事 在法庭上赢了不少的官司 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律师 这也更是让他变得更加的堕落 只要能达成目的,谎话,张口就来 就因为这个,妻子对他很是嫌弃 不止一次的出言讥讽 这一天是儿子的生日 本来阿金早就答应了儿子 要陪他过生日的 但是在那一刻并没有出现在儿子面前 儿子望着面前的蛋糕,有些失落 为什么爸爸承诺我的事情从来办不到啊 于是他许了一个生日愿望 他希望有一天爸爸可以再也不说谎 第二天,从睡梦中醒来的阿金 开始了不一样的生活 来到公司,他面对女上司 直接就说了真心话 结果就被打了 经营多年的形象就这样没了 等他到了办公室 妻子又打电话过来质问阿金 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儿子的生日派对上 无法撒谎的他直接说出 跟自己老板在做羞羞的事情 妻子听到这话还能忍?不存在的 对阿金彻底失望的妻子 决定带着儿子离开这个地方 阿金当然不想要这样的结局 便开车去追妻子和儿子 可惜由于超速而被交警拦下来了 由于只能说实话这个属性 阿金不仅主动承认自己违规了 还直接将以前的一叠罚单展示给交警看 这一操作可把交警小哥哥看得一愣一愣的 最后妻子还是不忍心 看他太惨 于是将他的车子赎回来了 还很失望的对阿金说道 难怪儿子会许愿让你不再说谎 阿金瞬间知道了所有事情的真相 不过也没辙不是吗 他只能按照原计划帮助一个女客户打官司 想要说谎却不能说谎 使得他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实力 本以为这场官司要输 谁知在最后时刻 阿金发现了签署的文件上的漏洞 成功的赢得了这场官司 可就在他得意洋洋的时候 他却发现自己的成功 使得孩子要被迫跟爱他们的父母分离 这时阿金反应过来 自己的成功却造成了一场悲剧 他祈求法官能够重判 却直接被安了个扰乱法庭的罪名 而关了起来 好不容易被秘书给保释出来 阿金立即赶往机场 却看到飞机正准备起飞呢 可这时的阿金还是想要争取一把 想要把飞机拦下来 却直接导致自己被甩飞了 身受重伤的阿金 终于对儿子说出了真心话 儿子看着自己傻不垃圾的父亲 他选择了原谅 在最后 阿金跟妻子又给儿子过了一个生日 一家人重归于好 电影看完了 你的生日冤枉是什么呢 期待你的深回复哦 我们下期再见